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之后众人请来了一个神婆 经过一番观察 神婆得出结论 附身金发女的很可能是之前家族里死于意外的一个女孩 接下来神婆就带领了大家一起通灵 尝试着和女孩对话 无料众人被狠狠的戏弄 神婆也被附身 原来幕后黑手并不是死去的女孩 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魔鬼 很快魔鬼又继续回到了金发女的身上 并借着金发女的嘴 抖出了小梳子和金发女偷情的秘密 作为金发女老公的红衣男 听了这话二话不说就要上前和小叔子干架 唯恐天下不乱的魔鬼又继续爆出了黑发妹的秘密 原来当初家里的女孩并不是死于意外 而是死于黑发妹的过失杀人 眼看着神婆功力不够 众人又请来了一个牧师驱魔 但是由于魔鬼的力量太强 牧师只看了一眼就表示无能为力的离开了 在牧师走后 魔鬼控制着金发女的身体继续为所欲为 第二天 牧师和神婆不约而至 两人准备合力对付其手的魔鬼 而魔鬼也正在蓄力发功 并第一个杀掉了老祖母向众人示威 很快到了晚上 魔鬼蓄力完毕 接着又毫不留情地杀掉了实力不足的神婆 眼看着事态渐渐地脱离了众人的控制 牧师立即带着其他人准备驱魔 然而在驱魔还没有开始前 魔鬼就用剂把红衣男骗了过来 然后把红衣男咬得心血淋漓 得意地给众人来了个下马威 由于魔鬼的实力太过强大 牧师驱魔的十字架也被融化成了一滩液体 但是魔鬼明显玩得不过瘾 又当众走出了红衣男不为人知的秘密 使其难堪 然后又附身到了家里的酱油妹身上 诱惑牧师破了戒 接着牧师就蹊跷流血领了盒饭 魔鬼又继续回到了金发女的身上 这时剩下的四个人 开始绞尽脑汁地想着对付魔鬼的方法 但是很明显 连牧师都斗不过的魔鬼 四个普通人又怎么可能是对手 很快四个人就沦落成为了魔鬼的玩物 身上接连挂彩 关键时刻 黑发妹以主动献身为借口 把魔鬼骗了过来 接着黑发妹偷偷用刀在手臂上刻下了符纹 然后趁其不备 用刻着符纹的手 把刀插进了金发女的身体里 成功地去散了魔鬼 画面一转 黑发妹因为涉嫌精神问题 故意伤人而被关进了精神病监狱里 酱油妹正在和主治医生 讲述着魔鬼附身的来龙去脉 但是从上科学的医生 并不相信鬼神这一套说法 坚持认定黑发妹就是凶手 结果没想到的是 看似一直打酱油的酱油妹 还是最大的暴死 酱油妹的真实身份是堕落天使路西法 附身金发妹的魔鬼 只是酱油妹手下的小喽啰 同时至终 酱油妹才是幕后的真正主谋 最后医生不信鬼神的态度 惹怒了酱油妹 为了给医生一个教训 酱油妹亲自动手 在拥有不在场证明的情况下 弄死了医生 用医生的死证明了鬼神的存在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